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这些车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汽油 或者以电池发电作为驱动力 实现能源的技术应用 此外,被称为中级环保车辆的氢气燃料电池电动车 也是一种新的选择 氢气车的动力来自于车上储存的氢气车 与燃料电池进行的化学反应 产生电力以驱动马达 在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 行驶过程中紧拍放水 补充氢气的方式很简单 就像在加油站一样 使用加氢枪注入氢气 大约3到5分钟即可完成加氢 非常便利 此发明反映了车辆供给能源上的重大进步 和氢能社会的潜力 氢气燃料电池电动车普及化石 作为燃料的氢气需求量大增 大家觉得氢气该如何大量的取得呢? 在工业上,氢气的制备来源丰富 我们可透过水蒸气与天然气反应 减氯工业电解饱和石烟水、水的电解等 其中,电解水制氢的方式 目前可利用过剩的再生能源来进行 虽可减少碳排放 但效率低、成本高 是目前无法普及之音 先前学习过的电化电池 是利用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将化学能转为电能 以使电气得以运作 我们也曾学过水的电解 在阴急会得到氢气 阳急则得到氧气 对于水的分解这类非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必须借由外加直流电电压 以供给电能作为能量来源 而迫使物质发生分解反应 称之为电解 如果我们用电解的方式 使电化钾分解 以石木棒为电极 将电极插入熔熔态电化钾电解液中 并接上直流电源供应器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阳急跟阴急 可以收集到什么物质呢? 实验观察发现 阳急可收集到紫色的点 阴急则可收集到金属钾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例子中 产生反应的溶液称为电解液 也就是此反应中的熔熔态电化钾 而发生电解反应的装置 称为电解槽 电解槽由电解液和两个电极组成 两支电极的一端 分别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 另一端置入含有电解质的电解槽中 电解液可能是酸、碱、盐类的水溶液 或融融的眼泪 在两电极上接上外加电源时 连接电源正极的电极棒为电解槽的正极 该处会发生氧化半反应 因此也为阳极 连接电源负极的电极棒为电解槽的负极 也称为阴极 还原半反应发生于此 电解槽中 若电极不参与反应 则称其为惰性电极 常见的惰性电极有 石墨、钵、金等 惰性电极仅传导电子 不发生氧化反应 而其他的金属电极 均可发生氧化反应 称之为活性电极 也因为活性电极氧化后 会变成氧离子溶于水 此反应现象又称电极溶解 但是不论活性还是惰性电极 均可发生还原反应 会在电极端吸出产物 在电解点化钾的实验中 电解液中的钾离子为氧离子 会移动到电解槽的阴极 接着得到电子而发生还原反应 而产生钾金属吸出 属于氧离子的点离子 会移动到电解槽的阳极 接着失去电子而发生氧化反应 而生成点分子 全反应则是融融态的点化钾 透过电解反应之后 分解成点分子与钾金属 若将电解液改为浓度为EM 点化钾水溶液的话 两极的产物会和电解融融态 点化钾的产物相同吗 答案是不相同 电解EM点化钾水溶液 在阳极会得到棕色的三点阴离子 而阴极则会得到氢气与氢氧跟离子 为什么两个实验的产物不同呢? 关键是水分子 在阴极反应中 水分子和钾离子竞争电子 需要考虑水分子和钾离子 获取电子的竞争能力 通常是还原电位较高的物质 会优先获得电子 根据数据 水分子的还原电位较钾离子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阴极会由水分子获得电子 产生氢气和氢氧跟离子 在阳极反应中 除了考虑水分子和钾离子 释放电子的竞争能力外 还必须考虑电极的性质 即是否为活性电极 通常情况下 氧化电位较高的物质 会优先失去电子 在此反应中 石墨是一种 弱性电极不参与反应 当石墨、水分子 和点离子 静增释放电子时 由于点离子的氧化电位高于水 因此阳极会由点离子 释放电子 导致点分子的生成 综合阳阴极的反应 可以得到全反应 但由于阳极生成的点分子 不易溶于水 而极易于点离子反应 形成易溶于水的三点因离子 因此阳极的棕色产物 产物为三点因离子 且三种物质呈现平衡态共存 为了印证上述产物 可使用特定的方式来检验 阳极生成的点分子 可使用环极碗检验 环极碗密度小于水 且跟水不互融 因此未处于两层中的上层 又因点分子酵水更容易融于环极碗 因此加入环极碗后 溶液上层会呈现点分子的紫色 由于点分子可与淀粉结合成深蓝色的 缩合物也可利用加入淀粉来检测 应急的氢氧根离子 可利用加入分态指示剂 溶液会成红色 或加入氯化铁水溶液 产生黄和色沉淀来加以检验 氢气则可利用点火 会产生蓝色的火焰 且有报名声来确认 已知下列各物质标准还原电位 若以石墨为电极 电解MNBR2水溶液 回答下列问题 一、发生反应时之最小电压为多少伏特 二、陈第一题 产物为哪些物质 学习完电解的原理来做个总结吧 电解是指以直流电通过溶溶钛 或水溶液电解值 使两电极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分解物质为非自发反应 阳极为正极 阴极为负极 不会参与反应的电极 称为惰性电极 如石墨、薄、金 若电极本身可在阳极发生氧化反应 称之为薄性电极 电解的产物依电位高低决定 阳极产物取决于氧化电位最高的反应 阴极产物取决于还原电位最高的反应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了解了电解的原理 看完影片后再多多复习与熟悉 对下一个小节电解产物判断的学习会更事半功倍哦 大家加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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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